我们是来自天元宇宙的高等机械生命体 但一场宇宙大爆炸摧毁了我们的家园 为了延续机械文明 我们选择向蓝星发出求助 并带来了天元宇宙的能量支援 超分核心 在人类的帮助下 一个名为超世界的虚拟空间在蓝星诞生 超世界连通限制与虚拟 网络和数据构造出独一无二的空间 这是我们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栖息之地 也是暴裂飞车要用生命守护的家园 各位观众 这里是超世界最激烈 最精彩的暴力如今 争霸的宝宇宙的现场 现在海底第一次是曾经的超世界最强者 飞轮 至于为什么是曾经走得多的 什么超世界最强者 明明是退往的大小鬼 飞轮才不是大小鬼 当年那件事都是意外 我们永远都支持飞轮回归 飞轮加油 飞轮开始加速了 他是要一鼓作气甩开静蓉 终点挑不到出现了 谁能第一个夺得岛上的金马 结束这场比赛呢 什么情况 飞轮突然一个极盖停在平地 静蓉开始加速 大环子出现了 海底第二的金柔 骗子上车 能够活到温室 要不是金柔作弊偷袭 我就能替哥哥赢下这场比赛了 秦枫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 哥哥 我偷偷登录了你的超世界账号 参加飞车夺金赛 结果输了 什么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以为只要让你成为夺金赛的冠军 大家就会重新喜欢上你 主要还是因为哥哥的装备太旧了 所以才会被趁雪而入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别费力气了 我是绝对不会再踏入超世界一步的 哥哥 看 有快点 哥哥 快点动了 什么东西 宇宙最帅飞车爆裂登场 你收敛点 别吓他们 我太激动了嘛 你们是爆裂飞车 飞轮 秦枫 终于见到你们了 我是爆裂飞车 赤灵峰 我是燕破 你认识我们 是谁把你们送来的 而且你们怎么会在快递箱里 别着急 先看看这些 这是爆能发射器和爆裂晶片 只有超原护卫队才能拥有的超级装备 就是负责维护超世界秩序的那个官方组织 他们可是超世界中最强大 最正义的存在 天上可不会掉礼物 说吧 你们有什么目的 别紧张 我们是好人 是张招把我们带到这里 为了让你们成为超原护卫的 张招 没错 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他发来的影像信息了吧 打开他就能解开所有的疑问 哥哥 我什么都没收到 不可能 那封信息应该是和我们同步到达的 飞轮 你的邮箱呢 等等 来消息了 解锋 快上号 有人发现你哥在超世界行骗 哥哥 在超世界行骗 这怎么可能 哥哥的账号早就下线了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有人冒充我行骗 太过分了 我们必须得去超世界 找到那个冒充的家伙 往哥哥听摆 可是 哥哥去吧 贾飞轮的身份越晚被戳穿 就会有越多的用户被骗呢 别说了 秦风 我早就退出超世界了 你想去的话 就自己去吧 好吧 那哥哥 你等着我的消息 出发 我和你一起去 验证成功 超远护卫 超远护卫秦风登陆成功 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哇 我真的加入超远护卫队了 不对啊 验破去哪了 我就在这啊 验破 你这个样子也太酷了吧 别激动 我的机甲形态确实很拉风 但我不想引起超世界的轰动 这是超世界发布的超远护卫任务 阻止诈骗犯飞轮 骗取用户账号 及窃取他人信息 照片里的地点是 飞车赛道 可我们该怎么过去呢 嗯 嘿嘿 出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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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了五十枚金马 买飞轮的飞车秘笈 结果居然是本消化大拳 我也是 我向朋友借了一百金马 买他的亲笔签名照 可他自己都是假的 我们都被飞轮那张好人脸给骗了 各位放心 我金荣一定会带大家找到飞轮骗子 拿回金马 飞轮可以吗 拿回金马 拿回金马 他们怎么能这样说 哥哥明明是无辜的 等等金方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那怎么办 难道就任由他们污蔑哥哥吗 这不是飞轮的弟弟情疯吗 想去哪儿啊 飞轮骗了我们大家伙的金马还敢躲起来 你是因为他弟弟 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不是的各位 我哥哥他没有 看着 燕破 接下来该怎么办 直接战斗会伤经无辜 破坏超世界 我们必须用暴龙发射器 开起暴力结界阻隔起来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开起暴力结界 小子 会的还挺多 看招 烧死吧 清风 用暴龙发射器发射晶片 给我充能 暴力出击 暴力出击 暴力变形 暴力变形 变破 烧银刀 给我联本带立的赢回来 看着 眼部 你真是难取 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都被打成这样了 我当然得破例一次来帮你 就这一次啊 别骂 哥哥 超世界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你一定会喜欢的 够了 你们两个小鬼 我可不是来听你们扯闲片的 雷伦 你来得正好 看我来为民除害 这个力量 你还满意吗 小银刀 是 两个哥哥 真假飞轮 诈骗 金融 是你假扮哥哥在超世界诈骗 居然还敢贼喊捉贼 有本事就露出你的真面目 我是贝伦 他是假的 这 丑鹰刀 你竟敢变成我的样子冒充我 我才是吃凌风 你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 你是超鹰刀你冒充我 看我拆穿你的真面目 糟糕 暴力竞戒只能维持三分钟 再不快点打到金融 超世界的数据将出现紊乱 没办法了 青蜂 同时攻击我们两个 我知道了 掩破 什么 赤凌风 闪避 明白 哥哥 最后一击 让我们来 超鹰刀 小川 小川 你夺进赛排名又掉出前三了 不就是提升了实力 我有的是办法 想到了 多买几个装备 排名指定能提升 哇 接下来的比赛赢定了 恭喜秦小川用户 首个检索 插身工具多成就 荣获特别版 珍贵好礼 特别版 小川 小川 你的运气太好了 排名有救了 发生什么事了 快跑啊 前面什么情况 救命啊 快跑啊 快点 好 她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络末日时代将来到 云端方舟守护您的数据安全 小川 快使用防御道具 这个防护症坚持不了多久 小川 再换个别的 刚刚实在太危险了 小川 你看 那难道就是我的黑洞 他在破坏数据 小川 你的账号数据可不能被毁掉 云端方舟 奇怪 这个金融的身份怎么完全查不到 对了 那场夺金争霸赛就是他作弊赢了我 他又假骂我的身份进行诈骗 很明显是在针对我们 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小川的信息 清风 不好了 超世界的梦人来了 这边出现会破坏和推出数据的网络黑洞 购物大街中有多名用户遭遇危险 你们快 小川 小川 哥哥 超世界出大问题了 我们快出发救援吧 哥哥 没时间了 我们得赶紧赶到超世界 清风 我已经承诺要退出超世界了 哥哥 看来只能由我独自出马了 是张昭的邮件 发送日期是昨天 看来是时空紊乱 导致发送延迟了 你好啊 飞伦 想必你们已经收到爆裂飞车和超原护卫队的装备了吧 希望这些能尽快让你们成长为超世界最强超原护卫 最强超原护卫 可是 还有 你们还要找到一个叫灵异的天才少女 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如果无法完成 未来世界就会 成招 快跑啊 快跑啊 救命啊 救命 叶布 危险 这痛绝模拟的也太真实了 还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叶布 我们得把其他用户也救回来 没问题 对了 你快下线 这里太危险了 下线没用 只要数据存在超世界中 就迟早会被黑肚吞噬 除非能有别的办法备份保存 这可难办了 总之 你先离开这里 我还有别的任务呢 我知道 你是超原护卫 你真的太帅了 被你认出来了 真是让人害羞啊 哇 你倒是不谦虚 上吧 啊 嗯 哦 嗯 嗯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验破 小心 警方 别管我 快带他们走 巢园护卫 爆裂飞车 谢谢你们 我们都救完人了 怎么认我还没完巢 这个黑洞不解决 超世界和人类就会一直面临危险 可是 我们都不知道这黑洞是哪来的 怎么解决啊 老板 这是 我创造出的网络黑洞 它可以破坏和吞噬一切数据 且再也无法恢复 可是 超世界如果我们破坏了一无所有 我们就无法获取用户注尺 也无法 闭嘴 网络黑洞 只是个唬人的玩意儿 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消散 我要的是借助这场危机 推出我们的云端防舟 然后 然后 然后赚起用户的金马 老板果然高明 既然飞轮成了超原护尾 那他一定会来阻止你们的行动 这一次 我要他在所有人面前 失败 哼哼 收到 那是 数据墙 有超原护尾在制造防护墙抵挡黑洞 叶布 我们快过去帮忙 是你们 喂 别装作不认识 上次的任务奖励只是被你抢走的 快还我 如果你不是来帮忙的 就别在这碍事 啊 我告诉你 这个任务 我擒风要定了 你别想又抢走 骑荣 去把这些讨厌的超原护尾 清理一下 嘿嘿 老板 我一定将功赎罪 哼哼哼哼哼 超世界的规则 该由胜者来定 而你们这些超原护尾 早就被淘汰出局了 看我的 不用客气 呃 喂 我说你也太没礼貌了吧 你这么有精力 不如想想怎么彻底解决这个网络黑洞 防护墙只能抵挡一时 还想破坏我的好事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暴力出击 暴力变血 炒银刀 炒银刀 看谁还能救你 当我不在了吗 三重飞飞 和我耍心眼 还嫩了点 炒银刀 先把那两个捣乱的小子解决掉 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小师父 让你们不赶我的搞偷袭 小师 救命 小川 秦国太后 让我来 难道你们还想活着离开这儿吗 求我 我想放过你们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小师父 天空 就是现在 看我的 跑 小川危险 小川 小川 好痛 谢谢你救了我 对啊 刚才遇险的不是你吗 怎么我躺这儿了 刚才 好 帅吧 我可是超原货 一点小失误而已 对了 你刚才追的东西呢 那好像对你很重要 不用担心 你昏倒的时候 我已经追回来了 秦风 我必须得去一个地方 你可以护送我吗 当然没问题 我可是超原护卫 保护每一位用户 是我的责任 叶波 走 叶波 你在哪里 我们在这儿 你没事吧 小意思 叶波 你真的太帅了 小川 你追那张照片 我刚才没看清楚 你再给我看看呗 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 一张普通的照片 一张普通的照片 让你豁出命去追 别骗人了 难道是你最爱的 额斗签名照 别那么小气嘛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你说的云端方舟 没错 只要买一张寄存票 就能把数据都储存到方舟里 这样就不会被黑洞吞噬了 那只要大家都来储存数据 黑洞就没法对用户们产生威胁了 我们就耽误了一会儿 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伍了 小川你看你看 方舟刚才傻累下 那是方舟在记录信息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只要进行瞳孔扫描 导入自己的账号信息 并购买一张云端方舟的寄存票 就可以把自己的数据放进方舟 以后随时都能把东西找回来 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 季风 你也赶快买一张吧 等大家都知道了黑洞的可怕 这寄存票肯定会被抢光的 这小顾客到你了 谢谢慧顾 太好了 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 这个寄存票多少金马一张啊 这位佳人 你感受好时候了 我替你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现在是陈王最低价 只要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小川 不见了 怎么都找不到了 你到底买不买啊 不买别带我后边的客人 这 这是 我账号里文件都出了问题 是不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 要不重启试试 不可能 上载到云端方舟之前 我还查看过的 客人你好 给你 谢谢回过啊 来来来来 你说 你对我的数据动了什么手脚 什 什么数据 我们没有权限窥探用户隐私 别装傻了 一定是你们的云端方舟有问题 哎 别胡说 怎么别人都没有问题 到你这里就有问题了 我看 是你的设备有问题 你的手段很高明 一般人可能发现不了 但我花高价请人 对我的所有数据 都做了特殊加密处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只可能是有人进行了非法盗取 喂 别来我这碰瓷啊 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再不滚 小心了告你恶意诽谤 雪明 给我上 冷静点 小川 把我的数据还给我 这不就是一些装备道具吗 你是个骗子 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你还给我 说不定这是你的设备问题呢 要不 那里面不只是装备道具 还有 还有 小川和他妈妈的合照 小川的妈妈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这是他们屋子唯一的合照 放心小川 我一定会帮你把数据夺回来 啊 别走啊 家人们 解伤 快把小川的数据还回来 哼哼 逃鹰刀 看谁还能来救你 哼哼 几种 哼 每次计划进行到最顺利的时候 你小子就出来断我财路 计划 什么计划 黑洞危机调言计划呀 师傅 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呢 嗯 这么说 云端方舟根本就是个骗局 我明白了 那黑洞就是你们搞出来的 什么末日谣言也是你们散布的 还用储存数据做借口 夺取金马 金荣 你的眼里除了金马 还能有点别的吗 怎么没有 我这不是还盗起了用户的数据吗 是 糟了 唉 好啊 我还没怎么调查 你就自己暴露了 快把小川和其他用户的数据还来 到我兜里的东西 怎么可能再吐出来 别做梦了 启动 暴虑结界 清风 这次不会再人来救你了 哈哈哈哈 哼 我一个人就可以打败你 暴力出击 暴力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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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暴力变形 几点 暴力变形 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是 涅布 小心 这是什么 这是我生结了新找事 全封闪 叶布 这就对了 长颖呢 赶快结束这场无趣的游戏吧 好的 师傅 叶布 你已经敲号的样子呢 你的拳头就像我这样 说到底 不过是小屁孩而已 叶布 快站起来 站起来 结束吧 飞伦 再不快点 行封他们就 住手 行封 快走开 是 是谁 又是你 超音刀 上 把他们全都干掉 白夜 速战速决 如您所愿 小姐 好酷 保护 任务 这就结束了 清风 快看 黑洞在消失 太好了 大家总算是有惊无险 是啊 没想到竟然是他来帮了吗 那个 谢谢你救了我们 我想上次的事一定是个误会 我们 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厉害的朋友 多亏了他 我的数据都恢复了 对了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太美丽 太美丽 好奇怪的名字 太美丽 他就感谢了 有 除了用来给飞车变形 还可以消负超市线中的一些数据损坏 甚至还能将发射器中的能量 凝聚成数据墙 数据锁链等 不行 这理论太枯燥了 有没有好玩一点的讲法 有 左刷刷 右刷刷 上刷刷 下刷刷 动动手指 留你耳朵 一起来刷刷 这和爆能发射器有什么关系吗 清风 你不会连最近火爆的刷刷制服都不知道 我的讲解太高端 以白人吸收不了 既然如此 你就看看盛平吧 肯定有你爱看的学习教程 超人会为清风登陆成功 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小人们来看吧 哇 嘿嘿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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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欢迎家人们来到直播间 看小胖我吃东西 嗯 嗯 嗯 你先去找资料 稳点 我来验收藏果 哎呀 新用户 你好呀 嗯 你好 想要足够出户 就能领略世界公关 想要躺个床上 也能捧腹大象 想要点点手指 就能获取最前最新的信息资讯 那么请点击新用户注册按钮 再同意用户协议 最后看一下这里 非常棒 啊 噢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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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可以竟盡享受你的視頻時光了! 服務使用結束!想要升級服務,只需要充值視頻會員! 不用不用!這樣就挺好! 服務使用結束! 你好,我是超世界的創始人,玲玲。 現在,我想向大家介紹這件能改變全人類的產品。 我還沒有選擇要看的視頻,怎麼就…… 耍耍視頻,能滿足用戶們的一切需求! 小姐,這其中口怕有…… 可惱! ORX! 小姐,我可以用你的給大家看的。 當人們,我放在這兒替大家的牌來了。 對芥末和美麟酸香磋的味道。 還有陪葬咖哩的來的… 請小棒話。 月餐的口味都變滿! 怎麼樣?找到叫成了嗎? 你不是應該在學習嗎? 別吵! 請風! 你是不是忘記自己是來幹什麼的? 新任务发布 调查多名青少年在刷刷视频中 消耗过多上网时长的问题 得赶紧去做任务 任务又不着急 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呀 不行 我现在就得去 等待一会儿吧 这儿多好玩啊 不对劲 我刚进来的时候这里还是绿色的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蓝色 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 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 屋子的颜色代表用户的沉迷度 绿蓝蓝蓝 等到了红色 你们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 你们的精神力将给我带来 人人不断的能量 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刷刷视频的出现 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 我不该让你来这里 别这么说 大家都很享受其中 不是吗 我要将你的阴谋共振于众 别把分力气了 你们出不去了 我们必须把大家拯救出来 小心 就这点本事 执ي傅 我只要把大家拯救 就这些别人 找人 运营 我揭 这些是 来 我 对不起 我们分头吗 这机器是 哦 我明白了 这回 逃不掉了 还不认输吗 为什么还不认输 为什么 不认输 当然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干得漂亮 AI只是AI 他判断不了人类反常的行为 叶光 死了 走 赶紧去救人 你看那边 沉迷度最高的红色 请练习执行任务 拯救被杀杀视频所困的天少年们 先救最紧急的 不是吧 不是吧 超世界前任管理者林林 销声匿迹的背后另有阴谋 有人说 他其实性格暴力 对人特别不友善 开发 开发超世界看上去伟大 实则只是为了谋取赠利 因此 他与科研团队产生了巨大成分 据说 就在超世界上线当天 他遇到了意外太多 为此 小编也收集到一些重拳 干得漂亮 我知道很帅 不用嫌我 真没想到你也沉迷进去了 证据到底是什么 喂 还看呢 快离开这儿 大姐 你清醒一点 他的程度度太高了 我快带他离开这里 别 滚 哇 白夜 上 你为什么要这样 好 很好 真是太好了 他的沉迷度上涨得非常完美 这么轻易就被我控制了 怎么又是你 当然了 我是由数据构成的 只要数据不被清除 我就能永远存在 我就不信 劝你们乖乖投降 就凭你俩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打败我的傀儡 不好 开启暴力极枪 白夜 解决他们 剑破 我们也上 你俩了 opened 暴力的 won 变形 还没 大人 你俩对 我俩的 我俩对 我俩对 就俩对 我俩对 我俩对 你俩对 我俩对 叶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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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清风 我们实力不在于同机 但是 我可以吧 玲玲和他女儿 这个女孩就是张昭让我们寻找的林依 叶卧 清风 怎么回事 你怎么在和 哥哥 刷刷是皮 是个阴谋 冷酷少女被控制了 暴力结界的时间不多了 别拖延了 是 打印 好强的 快躲开啊清风 清风 清风 你快走 不行 叶卧 你找不住这招的 飞轮 他们有危险 我们快去支援 哥哥 你 哥哥 林依 你醒醒 给我放手 林依 他就是张昭说的那个林依 没错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自相残杀 不用担心 不会自相残杀 因为你们都会被他消灭 哎 来帮手了 白燕 给我上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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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力抗吧 你们可打不过他 林依 你醒醒 我们不是你的敌人 你原来还帮过我们 你都忘了呀 啊 你说 什么 别说废话 马上 马上给我干掉他们 是 白燕的攻击太强了 赤灵风 从上面吸引火力 爆裂出击 对 百分比 干净 齊立峰 齊立峰 你没事吧 没有他 等等 哥哥 你看灵依 什么 这么高的沉迷度 我竟然只能控制他这么短的时间 哥哥 灵依似乎就要摆脱刷刷促的控制了 齊立峰 趁现在 齊立峰打得好 想不到你也学会打黑拳了 都受伤了怎么还那么多话 我没什么大事了 齊立峰 让我配合吃灵风吧 嗯 叶破 千万不要逞强 小心吧 让我待在旁边一动不动 我真是受不了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样 证据是什么 证据到底是什么 证据 什么证据 是夫人被诬陷的证据 我想起来了 被控制之前 她像是疯了一样 要点开视频找什么证据 证据 那视频被我关闭了 然后她就抓狂了 嗯 我知道怎么做了 灵灵女士 你到底有没有女儿 你平时对她关心吗 你觉得工作重要 还是女儿重要 我告诉你 也告诉所有人 我的女儿是我的最爱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也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她聪明独立 我一直都知道 哪怕没有我在身边 她也一定什么都可以做到 医生 你发来的监测数据我看了 嗯 根据数据对比 我发现 你母亲的身体机能 在不断下降 很严重吗 如果一直昏迷下去 恐怕后果是我们最不祥的 我们在超世界中试了很多次 还是一无所获 但肯定 有我们还不知道的方法 看看她最爱的工作 最后带给了她什么 小姐 你母亲不是不爱的 她也想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只是 不用解释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我必须变强 明白 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我如果不自己的 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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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你 有我 有你 有你 有我 有你 有你 有我 有你 技能晶片 释放 万光追影 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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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这个干你 好强 林一 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你的母亲 准确来说 是意识体 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了 它发生了什么 我也想知道 所以我一直在调查 现在我只知道这些 所以我才来这儿 只有加入超原护卫队 才能得到更多线索 你竟然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大的压力和责任 你从今天起 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们兄弟俩会帮你的 我不需要 林一 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我们的伙伴张昭 从未来发来的信息 她让我们找到一个叫林一的女孩 与她组队 成为超世界最强的超原护卫 虽然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 但我们选择相信她 而这几次经历也让我明白 我一直在逃避的不是超世界 而是我自己 只有直面自我 才能成为强者 哥哥 为了你的母亲 更为了守护超世界 林一 和我们组队吧 我也收到过她给我的信息 我一开始并不相信她的话 直到她说出了我母亲昏迷的原因 还说 说什么 是我以后会遇到 看来我不得不和你们组队了 你愿意加入我吗 那我们谁来当队长 我一个人惯了 没和别人合作过 不会指挥 也不感兴趣 没 不如这样吧 就由我 秦枫 来当这个队长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 但有个前提 要是我做得不好 也不许批评我 毕竟我也没有经验 喂 队长说话呢 你们什么态度啊 喂 林一 你刚才打刷刷兔 用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身为超联护卫 居然不知道技能晶片 哇 这个技能晶片可真厉害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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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兔 一个AI居然能掌管这么大的视频空间 我却只能靠张摇撞片来到处搜刮金马和用户数据 我什么也没说 我的刷刷兔 我一手创造出的AI 被人破坏了 谁 是谁这么大胆 恐怕刷刷短视频也已经被超世界封信了 这 这个咋办 金戎 你想要做大事吗 那是当然 那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超世界的图书馆 这就是之前在刷刷兔那里看到的那些营销号视频了 小姐 我们这样分析进入数据空间 是不符合超越护卫队的规定的 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我们要加快调查速度了 我知道了 找到了 在这儿 这个地点是记忆图书馆 小姐 我们被捡后报了 数据空间要崩塌了 什么嘛 灵依来找我们一起调查之前的营销号视频 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进数据空间里啊 你又不会编程 带着你进去不是更添乱吗 我 我可是队长 抱歉 我没想到你正好在出口前面 灵依 你们找到线索了吗 嗯 我们刚刚在数据空间里查到 那些营销号的视频 来源于超世界的记忆图书馆 记忆图书馆因技术性调整暂时关闭 什么 图书馆关闭了 完了 进不去图书馆就看不到灵灵的资料了 我先把他表都配进去了 喂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超 超约护卫队 怎么了 家人们 又是封禁短视频 又是关闭图书馆 现在超约护卫队都出来了 看来灵灵的事情 果然和叶长号说的一样 有内幕啊 你在说什么呀 指控可是要讲证据的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 就不要再继续造谣我妈妈了 小姐 这人在直播 而且直播观众正在不断增加 你就是灵灵的女儿是吧 灵灵她利用超世界帮爆裂飞车压榨人类 到底是收了多少好处啊 说不定啊 灵灵的婚迷就是因为坏事干多了 遭报应了呢 你说什么 怎么 难道你们还想打人吗 家人们 灵灵女儿伙同超原护卫队 为了毁灭证据打人了 还有没有天理啊 超原护卫打人了 大家冷静一下 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都住手 白叔 白叔 我是超世界代理管理者白莫 记忆图书馆 因为技术性调整暂时关闭 目前需要超原护卫队进行协助 请其他无关人员不要干扰 谢谢你们的配合 家人们看到了吗 灵灵的女儿和现在超世界的管理者这么亲密 灵一 好久不见 白叔 你得想办法帮我 事情我都了解 先别急 跟我来 如你们所见 营销号公布的资料 其实是被修改过的 如果直接公布 普通人无法辨别 会引起更大的误会 因此 我打算等修复完了再公布 这是 震惊 超世界官方着手篡改记忆图书馆中的原始资料 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怎么我们也被造谣了 谢谢家人们的帮助 我们一定要保护真相啊 没错 我们在一起攻击一次 肯定能打开图书馆大门的 好 是刚刚那个主播 没关系 资料马上就修复完了 这些震动 只是超世界的特性 普通的攻击 并不能对记忆图书馆产生影响 不要想窜盖资料援盖真相 不好 图书馆突然收到了大量的访问申请 他们想用大量访问申请 造成信息堵塞 不要想窜盖资料援盖真相 我们要求公布林林的资料 我们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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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赶紧把零零的视频资料公开出来 你能只把那个主播放进来吗 不知道 对啊 他还开始直播 这样既能向大家解释清楚真相 也不会产生混乱 我们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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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没事吧 你怎么一直在闪呢 啊 闪呢 什么闪啊 闪的 你们赶紧把零零的视频资料公开出来 那段视频资料被人拼接篡改了 我们马上就要修复完 你干什么 我们不是答应你公布视频资料了吧 哼 什么修复啊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想毁灭证据 他根本就不想澄清真相 他和那些营销号是一伙的 刚从老板那儿拿的技能晶片 你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 师傅 我现在这个状态用不了啊 师傅 我们的伪装没了 原来你是金龙 别想跑 爆裂接战 爆裂出击 爆裂变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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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叶 你为什么要诬险妈妈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要不是玲玲本身有问题 谣言能站得住脚吗 你胡说 胡不胡说呢 我也只是拿钱办事 只能说这玲玲人缘太长 没人会相信的 白夜 速战速决 没那么容易 还是太年轻 太沉不住气了 看手 三九飞心 白夜 小心 小心 烟火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潮云刀的分身可是实体分身 谁让你们平时一直以多打扫欺负 现在也让你们尝尝被围殴的滋味 知道的厉害了吧 放马过来 这就是技能晶片的力量吧 这就是技能晶片的力量吧 不能和他的分身纠缠 要先打扮本体 我和士林峰拖住分身 白夜 你去攻击本体 你去攻击本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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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事儿 至少那家伙的分身没了 哦 哦 哦 是吗 三重分身 哎呀 烦死了 有完没完 糟了 暴裂警戒的时间快到了 必须赶紧打败他 哦 我有办法了 既然没法消灭本体 那就把本体和分身一起消灭 那家伙的分身会爆炸 怎么一起消灭啊 白夜的攻击是再为行动 只要让超晕刀和他的分身站在一处 就能一口气打败 喂 那边的那是大蟑螂 是蟑螂 嘿嘿 你跟静蓉待的时间太久 我都分不清了 毕竟 你们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吧 静蓉和大蟑螂 气死我了 调音刀 先把这两个臭小鬼消灭掉 确实现在 白夜 使用技能攻击 爆裂树丁 漫天翻译 只要把我们修复好的这些影像播放 就能证明灵灵的清白了 嘿嘿 好耶 终于解决了 谢谢白叔 什么 爆裂飞车的实力 对人类来说太强大 尽管他们愿意将技术共享 仍然会对人类造成危险 因此 爆裂飞车 在现实世界 必须受到限制 而且 只在和人类缔结伙伴关系后 才能爆裂变形 叶布 准备好了 来吧 叶布 准备好了 来吧 林峰 你就不能好好发射晶片吗 当然不能了 我们现在模拟的 可是发射技能晶片 当然要摆出最酷的姿势了 你说得对 那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我一定能接受 来吧 其实这个姿势也蛮帅的啦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练习揭取技能晶片 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 自从上次见到灵依使用技能晶片后 那个画面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用技能晶片打败敌人的样子太帅了 哥哥 我也好想要一枚啊 是啊 要是有了技能晶片 我们也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了 小川 什么事啊 前方 好消息 最近超世界上线了一款扭蛋娃娃机 中奖率接近百分之百 更警报的是 活动的最终奖励是超强AI宠物 超强AI宠物 没错 听说AI宠物实力超强 可以不费一枚金马 带用户体验多样人生 而且它还有超强的战斗能力 好多用户都想要 你赶快来啊 哥哥 我们也去看看吧 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 哎呀 反正试试又不吃亏 走吧 走吧 林依接到了新任务 任务地点正好就在娃娃机附近 哎 极方啊 这里 我们得抓紧时间 还好你们来了 不然我的奖励就要被清零了 清零 我刚刚失败了一次 得邀请新玩家才能继续玩 林依 我们在这儿 收到任务 一名诱护失踪 他最后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失踪 那什么 我先带你们去娃娃机那边瞧瞧吧 太好了 这下就有三个人了 哇 这么多人 你们看 那就是最终奖励了 看起来还真不错 他 有超强的战斗能力 肯定是假的 我在超市街这么久 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或许是你了解得还不够深 那么多人在玩 难道商家还敢欺骗我们不成 那我就祝你好运了 我要去做任务了 小鬼 你的胜算好像不高哎 一会儿输了 可别哭鼻子哦 好多人都通关了 哥哥 小川 我们得赶紧找位置 好 我不是很擅长这种游戏 我还是先去帮灵仪完成任务吧 哎 别走啊 你看来 只能我们两个去玩了 哎 好吧 这次我一定要成功 加油 小川 我看好你哦 耶 当积分达到一定数目 就会产生两枚新扭蛋 并开始计时 两枚扭蛋中 一枚是技能晶片 另一枚是炸弹 加到技能晶片 便可当机领取 并获得所有积分奖励 又是这样 很遗憾你将失去所有积分 如果想保存积分和奖励 需要邀请新玩家加入 哎 小川 这次看我的吧 恭喜您成功夹到脑袋 获得首次奖励 恭喜您进入最终奖励阶段 还请抓紧时间 就是差一点 真是抱歉 这次没能成功 不过以您的运气和水平 一定能获胜 请尽快邀请新玩家 诚心开始挑战 小川 我们还可以邀请谁啊 小川呢 我想 他应该是去邀请新玩家了吧 请您也尽快邀请新玩家哦 烟铺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嗯 嗨 你 现在哪还有新玩家 哥哥又不晚 哎 烟铺 怎么样 你有邀请到新人吗 没有 哎 对了 清风 我刚才走遍了周围 都没有看到小川 他到底去哪了 怎么回事 您当前的游戏积分 已是全场最佳 建议您不要放弃 我朋友不见了 我得去找他 不好意思 本游戏还有一条规则 游戏失败后 如果不能邀请新玩家加入 就会被夺走账号 什么 还好赶上了 哥哥 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 阴谋 我和灵一在寻找那名失踪用户的时候 发现猫助手 在暗中操纵扭弹机 他们故意让玩家失败 然后让他们邀请更多的人进来 如果做不到 就要抢夺玩家账号 这么说 之前的失踪事件 就是这么引起的 对了 小川也不见了 竟然被你们识破了 陈离峰 快阻止他们 快阻止他们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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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不会出生我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快把大家放啊 喂 都说了 你的对手是我 这是你们自找的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你是 是金融 没错 是我 你这次又在打什么鬼竹业 当然是要夺挫你们的金马和账号 果然这一切就是个骗局 这么说所谓的超强AI宠物也是假的了 要是有那种东西 我才选不得给别人呢 现在你们几个该消失了 开启暴力斜剑 投降吧 你跑不了了 我可没打算跑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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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们是在跟我弄哑哑吗 白亚 小姐 我没事 不过这家伙防御太高了 我的技能没有扩加能力 不擅长应付这种敌人 飞轮 秦风 这是 新的技能晶片 白夜不适合这次战斗 你们的飞车穿透力更强 这次 只能靠你们了 这次 尽弱 好 好 好 这次 尽弱 小姐 尽弱 小姐 尽弱 还没 小姐 尽弱 小姐 尽弱 哪有 这次 尽弱 你 这次 尽弱 你这家伙居然敢欺骗我 他该不会就是超强AI宠物吧 等等 灵狱 难道你想保护这只数据猫吗 小姐 他好像没有主人 看来找到他的主人之前 只能由我们来照顾他了 师父 还好这次盗取的用户资料提取出来了 秦峰 飞轮 这次我所受的苦 一定要让你们加倍奉还 居兰 手给我装死 各位观众 比赛即将开始 还请各位多多关注 这凌风一定能赢 他已经连续打了四场 早就没力气了 拿成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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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生自带高防御值 金融就是因为这个才能够 买下了我 喵 什么 可是 这超市界是不允许进行AI闯屋买卖的 可如果交易是在地下黑市进行 那不就无人监管了 喵 地下黑市 没错 黑市中不仅可以进行各种违法交易 还会举办飞车力台赛 喵 冷静 冷静 啊 啊 我 我 我 按理说 这种黑市应该会被超市界系统检测出来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推测 应该是黑市用了某种特殊手法 屏蔽了超市界的检测 哦 原来这才是你约我们见面的原因 你想查黑市 这是黑市的入场券 只可惜千辛万苦也只拿到一张 要什么入场券 只要找到黑市 我们连手将它清楚不就完了 地下黑市情况复杂 如果不了解清楚就随便动手 只会打草惊蛇的喵 看来我们需要一名侦察员 我来 让我去 我有信心 也有实力能完成这个任务 更何况 作为未来世界飞车的领袖 保护爆裂飞车的同胞 是我的责任 赤凌峰 万事小心 我们会尽快进入黑市与你会合 嗯 哥哥 是这里吗 嗯 虽然赤凌峰放来的定位信号有损坏 但应该就在这附近 哎 快点儿 一会儿人多了要排队 他们急着要去干什么 给上去看看 是云端方中 这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看来它已经成了热门的观光点 哎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黑市啊 明明就是这儿 哎 麻烦让一下 你挡住了云端方舟 哥哥 你愣着干嘛 我知道了 黑市就在上面 云端方舟早就无法运缩了 根本上不去啊 事事就知道了 我就说没用吧 啊 这里是云端方舟 或者也可以叫黑市 送开 这是我看住的东西 现在它是我的 各位 现在上场的是 蝉联多界冠军的长胜飞车 吉正 而她的对手 则是联姻多界的 新晋实力权手 赤灵风 加油 加油 赤灵风 前面就是擂台 你们太显眼了 先在这里待命 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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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烧了 我烧了 是她 赤灵风杀势很严重 这段时间 她一定受了不少苦 好的 敌一赛开始 吉兆拽全发泳技 十分凶猛 赤灵风明显招架不住 赤灵风 加油啊 吉兆试图撕阳被发 可惜差了一点 赤灵风 赤灵风已经打了好几场 早有精疲力竭 而她的对手才刚上场 精力充沛 这根本就不公平 赤灵风 快反截 可她的对手却毫不容情 赤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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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火 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 极重 走吧 没用的东西 跟上他 支离风 你们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来 支离风 你受苦了 飞轮 这次是你自己送上来的 再赢了一局你就要走 超原护卫都跑进黑市里来了 我还留在这里等着被抓吗 什么 这里有超原护卫 不会是我们被发现了吧 云端方舟 开机扫描 快走 他们的草原护卫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我抓住了 老 اور 别遵红了 不过 爹 快 快 我 神力风 飞温 我需要变形 暴力出击 暴力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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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白亿 炎破 先把这些飞车解救出来 来了 各位 反击的时候到了 凤灵 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 这里不宜久留 算他们走远吧 凤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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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超世界系统对凤灵采取了封禁措施 通告 被牵扯到黑市交易 严重违法了超世界的法则 将被永久关闭 涉案人员也将接受官方处罚 大功告成 菲伦 怎么了 没什么 刚才那个人像是在哪里见过 是谁呢 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 炎破 是不是你 说不定飞轮还在生气呢 谁让你写作业抄三个答案 还蠢到把略也抄上去了 可这些题都太难了 完全看不懂啊 炎破 吃灵风 飞轮警告给我们 不许告诉你的案 小川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 快说说 超世界又有什么八卦了 八卦是有 好多人知道了 你和飞轮灵异组队的事情 但他们都不服气你当队长 还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你实力差 等级低脑子笨 样样都不如飞轮和灵异 这群家伙 怎么能这样小看我 又是 我告诉你这件事 就是想让你证明给那些人看 我的好兄弟秦峰 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我也想变得比哥哥和灵异更优秀啊 谁能帮帮帮我 检测到主人的需求 AI小月助手 为您推荐全知全能的答案之眼小程序 是否确认下载 答案之眼 难道是可以帮我写作业的小程序 那就下载试试吧 正在下载中 检测到病微 什么情况 怎么卡了 下载完成 主人 小月会告诉您所有问题的答案 帮助您成为最优秀的人 我可不是要作弊 只是验证一下 你下载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 小月 连下耳机 好的主人 小月这就为您播报第一题的解题过程及答案 太棒了 所有解题过程都有 这下绝对不会露线 主人 超世界正在举办飞车问答大赛 只要赢下比赛 您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我也会帮您取得胜利 不行的 抄作业也就算了 比赛作弊者 什么方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赢 难道您还想听别人说 主人您实力差 等级低 量量不如人 不 我不想再被人贬低 我也想成为被大家夸赞的强者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飞车问答大赛 这就是你说的比赛 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做问答题了吗 我现在又喜欢了不行吗 快快快 最后有了预选赛要开始了 我们快去报名 经过多场预选赛的比拼 场上已经觉着出了多名 正确率百分百的优秀选手 答题开始 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来吧 请问超世界的三台超级计算机 各自担负着什么职责 等等 让我想想啊 分别负责安全管理 还有 秦峰 不要勉强 你这是在耽误时间 秦峰 这次第一道题 加油啊 还有什么来着 您还有最后五秒 五 四 抱歉 您需要改出正确答案 才能通行 秦峰 快想起来啊 安全管理 是安全管理 数据管理 应用管理 秦峰 没有我 你是不行的 别忘了 我们要赢 我知道了 请听好第二道题 比赛形式发生逆转 秦峰选手连续答对多道题目 后来居上 现在位居第一 好 秦峰好棒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秦峰一路火速过关 看来这轮比赛的胜出者 非他莫属 恭喜秦峰 秦峰 不好崇拜你啊 秦峰 恭喜你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哥哥 林一 你们怎么来了 嘿嘿嘿 是我偷偷告诉他们的 你今天这么威风 当然要让大家都来给你加油啊 秦峰 加油 让我们看到你的极致发挥 秦峰 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我 打起精神啊秦峰 马上就是决赛了 你证明自己的时刻就要到了 我没有不开心 我只是要证明 我不比哥哥和林一超 我一定要赢 第一题 请问超世界发布的任务 是根据什么 发送到超原护卫 根据究竟原则进行发送 并根据任务的困难等级 发送给符合能力需求的超原护卫 奇怪 他们的回答也太一致了吧 应该是巧合 请说出 四个存在于超世界中的功能区域 学习区 游戏区 客户区 美食区 超世界这么多区域 怎么他们都只说这四个 飞车问答大赛 经过超世界三枚核心的多次检测后 最终确定有选手使用飞法外挂 请尽快排除 这不是巧合 我在无人机中 植入可以扫描飞车的检测程序 飞轮 仔细看 好 糟了 被发现了 他们都佩戴有耳机 而且上面 都有着相同的花纹 目前 这几名选手的答题准确度 都是百分之一百 这么说 他们都是通过耳机得出的答案 好的 比赛很快进入到尾声 冠军奖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时间紧急 我们必须要在比赛结束之前 救出作弊者 如果让他们得到冠军 超世界将损失一大笔精嘛 就是现在 本次比赛出现作弊行为 我们要进行调查 请各位自己摘下来吧 是我家的AI小鱼助手 果然走捷径是没有好结果的 秦锋 真是没想到 身为超原护卫 居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你们这帮家伙 每次都要当我财路 真是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 看来这个所谓的答案之眼 又和你有关 又不是我逼着他们下载的 是他们自己一听到 可以免费获得一切答案 就高兴地失去了思考能力 这不应该怪他们自己吗 就是 我们只是通过程序中的病毒 控制了它的AI助手 再用这场比赛诱惑一下 他们就听话地跑过来作弊参赛了 可现在全被你们搞砸了 爆裂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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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裂变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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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波 雁波 全力进攻 雁波 就凭你也想跟我单打诸斗 你也太高看你的实力了 主人 身为队长 你要学会协调队员 共同配合 你还想害我吗 就再信你一次吧 雁一 你负责右边 哥哥 从左边进攻 雁波 进攻朝阴刀的背部 一击之胜 怎么会这样 明明我就是按照小月说的 雁波 你以为这是在写作业吗 战斗可没有标准答案 哈哈哈哈 哥哥 现在的我还当不了队长 只能靠你了 大家听我指挥 雁一 你指挥白燕 从正面吸引朝阴刀的注意 朝阴刀的双刀威力巨大 注意闪避 要本事不要赌 这本正是大一场 清风 你指挥燕破从侧方进攻 重点攻击超一刀的翅膀 不要让他飞行 赤铃风 你从空中进攻 寻找对方的货窄 就是现在 战斗提刀 大小姐 你总算出场了 瞧见了吧 你的计划 就是被这群家伙给破坏了 一群贫穷的下等人 居然能看穿人家的计划 你和金融是一伙的 你要干什么 主人 小查时间到了 真可惜 今天我们不能一起找乐子了 下一次 人家再来找你们玩哦 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不是吧 不行 不许走 不要 清风 清风冷静点 那个人很强 这场战斗该到此为止了 你的判断是对的 还有 你的应变能力和指挥能力也很强 确实有队长风范 由于本次活动出现作弊行为 我们将取消作弊者的参赛资格 并收回他们所取得的所有金马奖励 飞车比赛将重新举办 清风 你身为超原护卫 既然做出这样错误 并且可耻的事 我真的很失望 我以后不会了 我要靠自己真正的实力 来证明自己 这件事我原谅你了 还有一件事 即使我的作业也是作弊的 什么 你给我回去重新些 嗯 我知道了 天上的雪 悄悄的下 路边有一个捕娃娃 捕娃娃 捕娃娃 让人家帮你一把 每天就是收集数据信息 一点意思也没有 所以呀 人家就给这些邮件 加了一点量 我不太明白 父母和子女的这种 链接关系 是会让人类高兴的 那要看这份链接 是不是足够紧密了 您究竟做了什么 想必是我改写的这封邮件 太催泪了吧 哈哈哈 您是写了亲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吗 她们不要我了 她不要我了 这些年我为这个家牺牲的还不够吗 要带你带 我带不了 我怎么带 带着她去出差吗 我真的受够了 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 你给我站住 她们不要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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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主人 笑笑已经向超原护卫求助了 我们不做点什么吗 哼 那就让我们准备好迎接客人吧 哈哈哈 快看快看 这是清风吗 照片里还挺伤劲的 这个女孩是谁啊 她是我们的表妹 叫杨阳 小时候 杨阳表妹的爸妈常常要出差 就会把杨阳送来我们家赞助一段时间 后来她爸妈来接她 她都不肯走 可烦人了 清风 你还有裙子呀 这不是我 不是我 快翻过去 等一下 来任务了 这次既然是用户主动发起的求助 求助人叫笑笑 我联系不上爸爸妈妈了 她们不要我了 谁来帮帮我 零一 你到哪儿了 你们这是太慢了 笑笑你好 我们是超原护卫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 哥哥姐姐 在现实世界里 我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工作 一年到头都不能回家 你一定很想他们吧 嗯 幸好我们平时还能常常在超世界里见面 他们不能上线的时候也会发邮件 可我今天收到的邮件 就是这样的 嗯 嗯 晓晓 最近过得好吗 爸爸妈妈这边已经降温了 有没有多添衣服呀 晓晓 你不在身边哪 我们非常 我们非常开心 是啊 没有你成天爸爸妈妈的家 我们别提过得多自在了 所以我们决定彻底摆脱你这个累赘 再也不回来了 没错 再见了 晓晓 哈哈哈 这世上 怎么会有爸爸妈妈 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就想找他们问清楚 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 您拨打的用户已离线 这看起来不是寻常的离线提醒 倒像是 像什么 先别急 让我来检查一下 果然有问题 晓晓的信息数据被窃取了 这封邮件是被篡改过的恶意邮件 这么说 晓晓看到的视频是假的 真的吗 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 对不对 你拨不出电话 也是因为被恶意阻断了 到底是谁这么坏 居然欺负小朋友 搞定 一切都恢复好了 晓晓 你不在身边 我们非常想你 我们都希望 能够早点忙完工作 一直陪在你身边 一直陪在你身边 爸爸妈妈爱你 原来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 赶快给你爸爸妈妈回个电话吧 这人是谁啊 你们好啊 超原护卫 是上次和晓荣一起出现的那个人 想必你们已经发现这次的邮件问题了吧 不怕告诉你们 就是人家的杰作哦 如果忙完了 不如来人家这边喝杯下午茶吧 付上定位 更好各位大驾光临哦 走 我们这就去找他算账 等等 这个西萨 不打自招就承认了罪行 还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我们 其中搞不好有诈 难道我们就不去管他了吗 去当然要去 但要仔细计划 计划什么 没什么 不愧是超原护卫 这么快就修复了邮件 速度惊人呢 说 你为什么要篡改小小父母的邮件 我可不是只针对小小哦 所有父母和他们孩子之间的通信 人家都进行为截取和篡改哦 你太过分了 这都要怪金荣那家伙太笨了 什么都做不好 人家就只好亲自上阵 开启爆裂绝剑 你们这么做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人家只是在做好事 干嘛要那么凶呀 这算哪门的好事 小小眼睛都哭肿了 唉 你们不懂 所有离开自己孩子的父母 心里都是想要抛弃孩子的 我只是让笑小尽早明白这一点而已 说到底这是功德一尽 什么外力行说 唉 你们这种没有经历过的小屁孩 当然永远不懂我说的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变形 变形 3-1吗 人家好害怕 爆裂出击 爆裂出击 奥紫剑行 新少 套歇 我一个就够了 严谱 不不不 你们误会了 我没说你们不可以一起上哦 是不是新少 再多三个也不怕 别小瞧人了 白夜 速战速决 奴隶所愿 齿凌峰 我们也上 好 左边右边一个假动作 上边下边加速度击破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我真的生气了 来吧 爆裂出击 熔岩抓鸡 哇哦 有两下子吗 人家好久没玩得那么开心了 游游炮 向我来 也不 不堪一击 不知道吗 蝎子的尾巴 是最危险的 没想到 他 他竟然这么强大 赤凌峰 赤凌峰 哥哥 都怪我 是我太冲动 太轻敌了 不要过来 不许此言 现在才后悔 太迟了 行上 游戏该结束了 我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是凌峰 咽破 你们快走 可是 没什么可是 快走 他们走了 你们可做不掉 行上 行上 给我上 飞蓝 情风 快上来 白夜 冲 就算被姐姐反射也要逃走 我有那么可怕吗 不过真是可惜啊 我还没完够呢 主人 那邮件 还要继续发吗 不用了 这几个人 可比邮件好玩多了 秦风 快搁挡 秦风 你演得太差了 我当时哪有那么狼狈啊 熔岩爪尽 有毒炮 看来再是多少次都是没用的 我 我就 不定了 用手 杨阳 秦风哥哥是坏蛋 你怎么可以打飞龙哥哥 你仔细看看 到底是谁比较惨 杨阳 我想你误会了 我和秦风不是真的在打架 而是在模拟战斗 模拟战斗 嗯 前两天 我们在超世界遇到了很强劲的对手 完败给了对方 我们的朋友白夜 也遭到了极尽的反噬 受伤 所以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不盘战斗 找出对方的弱点 可是 一无所获 你们就是天天研究这个 把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贪吃鬼都饿瘦了 痛痛痛痛痛 送手 一定是我在超世界抢购的零食快递到了 别客气 这些都给你们吃 哇塞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些都是进口零食 很贵的吧 这些只卖平时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不过 只有手速最快最幸运的客户才能抢到 你们就大口吃吧 不用给我审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成为超原护卫队的一员呀 要是有我在 你们一定不会输的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打败我们的可是 是什么 我从厕所出来再跟你说 他一定是试太极了 飞轮哥哥 你怎么了 西萨 你居然找到了这里 什么萨 飞轮 你怎么了 哪里有师父啊 哥哥出什么事了 哥哥 你再等我一下 呃 脏了 这些零食有问题 燕破 你帮哥哥们交去护车 送他们去医院 那你呢 我要去超世界找那个卖家算账 咱家都是渠道价 亏本补贴卖的 数量有限 保证正品 假一赔十 他在骗人 我表哥吃了他家零食上吐下血 大家不要被这个黑心上下骗了 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即停止直播卖货 并且对我进行退款和配偿 大家别进我啊 表姑娘 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吃我家零食导致的 我当然有证据 这 这不能算证据 我看你就是对手商家派来的 我才没有 你家零食要是没有质量问题 敢不敢打开一包给大家看 这 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哼 我才不怕你 我表哥是大名鼎鼎的超原护卫队 员飞轮和秦峰 我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你上来 我们仔细商议 不好 杨阳快走 来都来了 那么急着走干什么 都怪你捣乱 导致我没法子继续卖货赚钱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我换个直播间再换个名字 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师傅 这次你又有易容成谁啊 就让他替我卖好了 谁要替你这个骗子卖货啊 不用试了 我已经设置了直播间的禁止下线程序 真是太卑鄙了 只要你替我完成卖货的任务 我就会放你回去 等一下 没用的 他一定在这里设了品账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吃这么多吗 你就把他们当巧克力豆 一口气吃下去 杨阳说去找卖货的人算账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能出什么事 我觉得该担心一下那个直播间 会不会被他拆了 啊 要三顿呢 啊 杨阳发消息来了 北伦 秦峰 好久不见呢 啊 金龙 他怎么会用杨阳的账号给我发信息 不用奇怪 你们的表妹正在我的直播间直播呢 想要救回她 就带上金马来视频中先找我吧 看 杨阳在那里 看起来他好像还挺得心应手的 一点也不像被强迫的样子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等了你们好久 金龙 那些假骂伪劣灵食 不会又是出自你手吧 少废话 赶紧把账号里的所有金马交出来 哎 别乱了啊 否则你们的表妹可就不好说了 哎 你 就这点 你别太穷了吧 金龙 放人 放人 没那么容易 你还想怎么样 每次战斗我和超音刀都输给你们 我要你们一动不动不许还手 你说什么 我们答应你 我们答应你 不可以答应他 只要能救出杨阳 我们扛得住 哈哈哈哈 这可是你们说的 凯奇 爆裂结界 上吧 超音刀 放戏师父 太过分了 燕波 秦峰 难道就这样看着赤林峰和燕波挨打吗 去 别引起金融的注意 你没事吧 没事 她的拳套像蚊子一样轻 你说什么 建波 来了 大量用户举报 视频桌心第八十八号直播间售卖三无零食 超世界系统已自动关闭其直播间 请超原部位抓住主播 拿回受害者们被骗的钱财 什么 你的直播间已被系统关闭 那么限制杨阳的屏障尽致也就不存在了 你们别忘了 超原护卫任务中所要抓的对象 是售卖三无产品的商贩 那又怎样 直播卖货的 不是我 是你们的表妹杨阳啊 哈哈哈哈 那个笨蛋 你才是大笨蛋 杨阳 你没事吧 放心吧 飞龙哥哥 我刚才一单都没卖出去 而且还以金融的名页 把之前的订单全部收回 跟所有的受骗者承诺退款赔偿了 你说什么 你竟敢耍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多虫飞身 好 猫 Oi Oi 野破 发动 秦鸿 你怎么了 我肚子又开始痛了 糟了 过了吃药时间了 杨 杨雅 快跑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白叶 你们给我记着 哥哥 灵依 你们没受什么伤吧 放心 白叶上次受的伤早就痊愈了 那就好 杨雅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们 这不怪你们 所以你以后也长长记性 金蓉就是听到你是我们表妹才 金蓉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你们 我被金蓉关进直播间的时候 也根本不害怕 都是因为我相信飞轮哥哥和清风哥哥一定会来救我 也一定会打败金蓉 杨雅 杨雅 你说得对杨雅 我们是最强的 失败一次不算什么 我们会学习经验 不断成长 谢谢你相信我们 有时候你也是蛮可爱的嘛 我话还没说完 我一直相信你们会战胜金蓉 可是没想到最后救了我并打败金蓉的 就是这个姐姐 从今天开始 我的崇拜对象就是灵异姐姐了 只不仅被封所有订单被退 之前好不容易赚的钱 也被系统当作赔偿金全部赔了出去 接下来 你在做什么呀 帮你发现压力师傅 都怪你 我都忘了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就是金马 费半天劲从那两个小子手里骗来的 一定得趁灵徒发现前 先藏进小镜区 师傅 你确定不会被发现吗 不许说不激烈的 对不起老板 不是 我是唐昭啊 lord 小ometer 小倘啊 大学 你还是那么幽默 怎么突然打来了 是赚到钱了 当然 最近小赚一笔 加上你的存款 我们可以在超世界大街 租一间最便宜的小剧场了 这么说 你的喜剧梦想 我的喜剧梦想 要实现了 我终于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了 一会儿再看老板还还价 省钱又不耽误实现梦想 一键上吊 今天这里 似乎没有演出安排呀 西萨大人 我们走错了 站住 行动失败了 不及时汇报 这是想去哪儿呀 我现在就去汇报 汇报什么 汇报出了一大堆回扣 汇报私藏了灵徒大人的钱财 你真以为超世界里能有事情瞒住我 天真 只是 我还以为你拿那些钱是要做什么大事呢 原来就是想弄个破喜剧秀 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梦想 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人 哦对了 你的小金库我暂时收下了 什么 虽然是对你屡次任务失败最轻的仇法 你竟然黑了我的账户 卑鄙 你要再多说一句 我就不能保证我会对灵徒大人说些什么了 师父 大哥 我是个没用的人 你在胡说是什么呀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什么都做不成 什么都做不好 不是这样的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突然上来了一只狼 请问还剩几只羊 还剩三只 因为地铁上不让吃东西 时间关系 先到这里 不着急 你们还没看到一个喜剧大师的全部功力 太好笑了 一群不懂欣赏的家伙 等着吧 我早晚会成为喜剧大师的 你 你想干吗 谢谢你 谢谢我 对 你是第一个让我笑出来的人 真是太感谢了 难道 我已经有粉丝了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唐周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你受到了什么委屈吗 那些事我不想听的 总之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都没让我笑出来 但在今天 我真的好开心 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快乐 那恭喜你啊 所以 我决定 以后你的每一场演出 我都要来看 嗯 那个 我确实打算要做个人喜剧演出 但一直缺一个助理 这样吧 我看你很真诚 要不要来当我的助理啊 啊 真的可以吗 那是当然 但有个问题 你说 我可以帮忙 我现在启动资金不是很高 还没办法做下小剧场 唉 我就是赚钱吧 兜里的钱只能买到这个了 咱俩 一人一半吧 我不饿 你吃吧 你是要成为喜剧大师的人 啊 超市剑 此处不留言 此有留言处 啊 别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自信一点 我们要去哪儿找工作啊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啊 信我 就按照我说的来 嗯 快拔掉 不行 没得完 嗯 你在干嘛 嗯 向你学习比赛技巧 那这是 误会了 别跑 你别过来 有本事 别跑 就是他嘴碎 坏了我们的好事 你们那头肌膜搞的 也就好事 真是多管闲事 都让开 哪儿来的 真是碍事 等等 什么 我不是 太好了 超市剑 果然英雄多啊 你 你 好 呃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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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人不需要你报答 不行 是 这样吧 看着这么柔弱的样子 我就勉强收你为徒 教你怎么不为别人欺负 是 师父 谢谢师父 大家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梦想 可你的小姬 过来在西萨的手里 超音道说的没错 小金库被西萨没收这件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大事上级 我们能怎么办 我可不只会傻傻的闷头干活 我发现 灵图一时暗中 把金马转到别的地方 而且用的是加密转账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他转的金马 超世界系统是没有办法追查的 然后呢 不还是没有办法吗 你是不是傻 既然都没有办法追查 那我们 师父 我明白了 你要偷离住大人的钱 什么叫偷啊 是把属于我们的拿回来 对 拿回来 用户们提供的线索在这里断了 还是没找到金融 可是 我们的金马还在他手里 那可是我们宰了好久的 好在其他用户的金马都被讨回了 这金融也太狡猾了 加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次 走 怎么了 我在帮忙打气呢 与其废话 不如做点实际吧 充气垂大作战 是兄弟就来垂我呀 十下最流行的对战游戏 使玩送武器哦 污染环境的小广告 我都给你撕掉 大伯 我这广告两天之后就自动消除了 而且 这里是超市线 哪里破坏环境啊 大伯 我们使用的可是绿色强力胶水 你撕不下来的 你没事吧 我要投诉你 投诉你 大姐 健康又解压的冲气锤赛场 是个全年龄段的玩家 要不要 谁是大姐 人家刚满十八岁 小心我投诉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半天了 一个用户没拉拢成功 还吃了两回警告 哎 上次为了救杨阳 黑龙和秦峰 把所有的竞马都交出去了 他们受限于防尘迷系统 每天也没有多少 可以赚竞马的时间 只有靠我们了 我想我们爆裂飞车不适合打工 要不算了吧 爆裂飞车适不适合打工我不知道 但爆裂飞车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打起精神来 用你的热情感染顾客 你说的对 我们一定要给秦峰他们 转满一箩筐金马回去 你好 叶炮 对不起 我帮你捡 搞定了 换给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家 要不然 大家到这里来玩 送武器 送武器 好 好不好啊 你们在搞什么 老板 我们 我们 这是一种新型的推销手法 没错 没错 那拉到新用户了吗 新用户 新用户 当然有 看 这些人都是用 真的吗 真的 就是 还处于 潜在阶段 你们被开除了 不要啊 老板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们会努力的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给你们机会 我给你们机会 谁给我 谢谢老板 您这是一位好老板 我没有说 我会把握这次机会的 这就是工作 站住 你们能把这种小聪明和厚脸皮 用到挽留老用户身上就好了 挽留老用户 现在冲气锤赛场中 玩家流失严重 要是你们 可以挽留那些准备离去的用户 我不但不辞退你们 还支付双倍报酬 老振玩成任务 老振玩成任务 这就是冲气球赛场啊 真壮观 你连赛场比什么样子 不知道 怎么给赛场推销 怪我都一个新武器 都没拉到 我一百到冲气球赛场 雷海生起后 对战两波的玩家 尽可展开明镜 你 你 这游戏好像很有意思 别忘了 我们不是来玩 是来工作的 两位先教 等一等 我们是在课题做任务 跟游戏同步的一项 暂地图 你们游戏做成这样 还好意思调查满一顿 先生 您先 你们这游戏有漏洞 我们都没看到对手在哪儿 就输了 漏洞 这不可能 冲气吹游戏可是经常调戏更新的 而且有专业的 你别和我解释了 又有一场开始了 你们自己看看 有了这把稀有武器 我的连胜记录 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的 来吧 干涉我的必杀技 吴迪峰 人呐 敢偷袭我 这下 看你能躲到哪儿去 来啊来 那你来打我啊 蓝朔 小心 赤凌峰 你看那不是蓝朔嘛 我看到了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手下败价 什么 我要就重塞 这不对 赤凌峰 你看到了吗 蓝朔他突然消失了 看到了 但这不是游戏劳动 而是用了作弊器 怪不得老板说最近顾客流失严重 能是因为这个 出来 你给我出来 比赤凌峰 比赛结束 南方胜 那不是赤凌峰和燕破吗 嗯 还真是 正好 跟他们玩个小游戏 叫我干嘛 我没有叫你啊 刚才明明有人拍我肩膀 不是我 谁败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小心 刚才作弊的人还没有离开这里 他们是超原护卫队的飞车 你使用隐身斗篷 本就违反了超视线的规定 现在就必须招惹他们了 怕什么 我用隐身斗篷他们发现不了 何况就是一些小恶作剧 发现了他们也不会真生气 .'' 裂个小恶作剧 搞定 抓到你的 走 快放手 赤凌峰 燕破 你们放过我吧 你们看 我是蓝树 早就看到是你了 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用作弊器隐身呢 这不是作弊器 是我高价买来的道具 超级无敌隐身斗篷 什么隐身斗篷 只要不是游戏里的东西 就都是外挂作弊器 必须取利啊 别啊 我好不容易才达到现在的排名 可千万不能取消我的成绩 赤凌峰 咽破 蓝树 飞龙行方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接到互联网任务 说这个游戏存在漏洞 才找到这儿的 你们呢 我们过去量 过去量 说吧 你们今天来下场做什么 我 我们是来参加飞车工会的 对吧 赤凌峰 飞车工会 在这里啊 对 这个月临时改了地址 所以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难受它 你们又在偷懒 工资是不是一分都不想要了 别啊 老板 我没偷懒 老板 尊贵的用户 我是这个冲气锤赛场的老板 这两个是零时工 工作上有什么不周到的 还请多尽量 他们 没有 他们介绍游戏介绍得非常好 那太好了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欢迎你们随时下场玩一局 再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还是说实话吧 上次 你们又是这样要花光了金马 我们 是想来打工赚金马的 可这里好像跟我们不太合拍 金马没赚到 还得解决一堆投诉 打工实在太不容易了 你们 打工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我们想给你们惊喜才自己偷偷来的 清风 你居然没嘲笑我们 太过分了 新用户招揽不到 老板叫我们挽留老客户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人使用作弊器了 抓住一问 发现那人是蓝硕 蓝硕是个学霸 怎么可能会在超世界作弊玩游戏 他要是作弊玩游戏 我就一个月不打游戏 飞龙哥哥 清风哥哥 蓝硕 真的是蓝硕 是我 飞龙哥哥 你们快帮帮我 我的隐身斗篷摘不下蓝 而且越来越紧了 蓝硕 你竟然真的作弊玩游戏 这个月不能玩游戏哦 我和齿霓峰会盯着你的 蓝硕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 最近同学们都在超世界玩这个游戏 还经常一起拼盘铃 所以我就加入了 想不到你这个大学霸还会对游戏上心 我错了 我原本只是想证明自己 不论是学习还是玩游戏 都能成为第一的 可是是证明我并没有多少游戏天赋 因为游戏排名太低 大家开始嘲笑我 我不甘心 准备潜心鼓励 可是每天的游戏时间完全不够用 没错没错 完全不过瘾 来说你继续 我本来都准备下线了 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卖隐身斗篷的男人 他告诉我 这斗篷不仅可以帮我赌个系统 还能让我的对手看不到我 于是我就买下了斗篷 有了他 我的游戏名次也上升了一大截 这种做事风格很熟悉啊 利用用户的需求 推销一些不合规矩的道具 然后从中谋取利益 我 我知道了 这一定又是金融搞的鬼 清风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在没有证据之前 这还只是你的猜测 我的直觉绝对没错 来说 你见过的那人 是不是眼睛大大的 像个癞蛤蟆 面目猙獰 然后说起话来 就像这样 金融的声音可真好听 好像不是这样的 不是 怎么可能 清风 金融长得 好像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吧 还是我来问吧 发生什么事了 那人就在那里 走过的路过的男孩们女孩们 隐身斗篷帮你隐身 数量有限 欲购同素 大点声 是 我累死了 我的工作却是帮他转精码 精致没有天理 师父 你快想问 把这些卖掉吧 我撑不住了 这真的能隐身吗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热情一点 有你这么对待顾客的吗 是的 这位客人 这件斗篷不仅能隐身 还能帮你躲过防尘迷系统哦 要不要来家 好 飞轮 又是你们 金融 你贩卖的斗篷 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 请立即停止 我就说是你这个坏家伙干的吧 西萨小姐 有人要挡你的财路了 又是你们几个手下败将 人家不过是做点小买卖 这你们也要管啊 你们卖的东西有问题 我们当然要管 那就是没的商量了 上次你们三个已经败给了西萨 这次由我助阵 你们更是输定了 你不过是个累赘 多一个也不多 你说什么 金融 这次我们可不只是两个人哦 难道我们还要帮手 怎么回事 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 蓝树 你怎么了 原来是我的一位顾客呀 怎么样 使用体验还不错吧 看来今天的战斗无法避免了 这次 我可不会再让你们今夜溜走了 开启爆裂结界 爆裂出击 爆裂结界 爆裂出击 叶破 进攻 来吧 喂 大小姐 战况紧急 你怎么坐下了 这次我们有新帮手 不需要文书吗 可是 怎么 你有意见 我 我 是 超音刀 迎战 刚刚真的太近 手叫马 超音刀 全靠你了 主人 我们都出手了 灵意 趁他们手忙脚乱 我们速战速决 嗯 这是换日轮的技能 蓝树 你打错了 超音刀在那边 他被操控了 是隐身斗篷 果然聪明 没想到隐身斗篷 还有这功能吧 哎 西藏小姐 原来你的上手剪在这儿啊 我还以为你是 那我当炮灰呢 这个功能 短时间是无法显现的 只有长时间穿戴隐身斗篷 才有这效果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傀儡 正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哈哈哈哈 你们这帮坏蛋 快放开蓝朔 哦 蓝朔是吗 快帮我干掉他们 我再不要听你的 管日轮 出击 哥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白夜 使用技能 飞轮 我们应该反戏 可是蓝朔 不是我们的敌人 蓝朔 你还是太心思手软了 这可不行 幻日轮 消灭他们 大家小心 干得好 坏日轮 原来他是通过眼镜 来实现操控 有护断也没用 我说过这一次 你们谁也跑不了 蓝莉蜂 快打掉他的眼镜 被你看穿了 那人敲 就不直直掩眼的了 你还在磨蹭什么 关日轮 你还在磨蹭什么 控制相失了 看来 我也该出手 西嫂小姐 到了我们 强强联合的时候了 行杀 那你叫他们 队上 你干什么 星煞正常发挥而已 谁让超音刀和你一样没用 你 星煞 别浪费时间了 不行 我来帮帮贝勒哥哥 谁啊 主人 您没事吧 赤利风 攻击星煞的尾部 星煞 好应当 礼工的机会到了 你们出了 星煞 我们走 你们不会得意太久的 可算是打败他们了 任务圆满完成 对不起 我不该钻空子 结果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塌 别这么说 你也算将功补过了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我们还不一定打得过西萨呢 哥哥 我不是赞成蓝硕的行为啊 我只是 我知道 蓝硕 你求胜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一定要遵守超世界的规则 我知道了 通告 通告 进入近期不少玩家违规使用道具作弊 并逃避防尘民系统的监测 本游戏社区将对作弊玩家关闭一个月 以示处罚 一个月 我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承担后果 蓝硕 一个月后我带你玩 保证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救命了 救命了 救命 社区的游戏秩序终于恢复了 我的用户们又回来了 这段时间 你们干得不错 这是你们的工钱 谢谢老板 小姐 这周你在超世界图书馆的时间 超过了平时的两倍 是发现了什么吗 我一直在查阅关于妈妈的资料 每次有些头绪人 却又总在关键证据令中趋势一环 慢慢来 一定能查到关于你母亲昏迷的真相 超世界中的无人区 这弹窗广告 好像不太寻常 这是什么 别动 白夜 这些都是违法弹窗广告 他们能够检测诱护动作 如果你做了错误的动作 不但关闭不了眼前的 还会触发更多新的广告弹窗 那 我们现在怎么办 如果找对特定动作的话 应该能 好耶 这是怎么回事 每个广告特定的动作是不相同的 这也是陷阱之一 这样下去我们会被淹没的 没办法了 好险 我记得了超世界很久以前就禁止了这种无法关闭的广告形式了 为什么还会出现 秦峰 你又做了什么 我只是捡了关闭按钮 这些广告弹窗似乎失控了 天哪 是 要来和秦峰他们 我想我危险时空 飞轮 秦峰 林靖 不要回来做动作 用暴能发射器强制规避广告 明白 真是太帅了 秦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 正想找你们一起调查这些广告弹窗 依我看 不是吧 又来 糟糕 糟糕 不拔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行风 你冷静一点 停轮 开门 哥哥 好痛 这是 哥哥 你去哪儿了 你怪不回答我 解锋 我没事 飞轮 你现在在哪儿 我 我也说不清楚 我把作品发给你们 你们过来看吧 哥哥 你怎么擅自离队 跑到这里来了 我擅自离队 明明是 这个空间 应该就是所有广告的中转站 中转站 没错 正常来说 超世界中的广告 被制造出来之后 会经过超世界的三台核心超算的检查 然后 再根据大数据推流 推送给有相应需求的用户 很显然 有人跳过了超世界的审查 将违规的弹窗广告 直接放进了这里 然后推送给超世界用户 那现在怎么办 我想只有找到所有弹窗广告的源头 才能阻止这次事件 林医 嗯 代码解析成功了 发现什么了 嗯 代码很乱 不过 这上面有弹窗广告的源头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嗯 嗯 这里是 广告公司 你们看 你看 这看似是个关闭按钮 但只要你一点 仅不惊喜 一逼万 这太可恶了 就是这个人在作祟 看我怎么教训他 秦峰 等等 喂 啊 你就是负责人吧 啊 您好 我是这里的老板唐周 你们也要投放弹窗广告是吗 嗯 请稍等一下 我为这位顾客介绍完 就来招待你们 您看到了吧 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这么火爆 你要是再犹豫不决 可就要排到下个月才有广告位了哦 喂 我们才不是来投放广告的 没错 你弹窗广告怎么都灌不掉 还越弹越多 看到没有 最真实的反馈 我没骗你吧 你别听他胡说 我 他们公司的弹窗广告 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 不会吧 我们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 一旦核实 所有弹窗广告都会被清除 这家广告公司 也是要强制关闭的 哎 这位客人 你别走啊 别追了 先交代你的问题吧 看来 你们不是来做生意的 当然不是 我们是超武员护卫队 哼 我管你什么队 敢来这里找啥 去扶 警方 可恶 几人搞东西 黑夜 给了你黑色的眼睛 你却什么也看不见 真是可惜 我的眼睛不是黑色的 你死亡吗 开启 爆裂结界 上吧 纸白纸 我才没空在这里陪你们浪费时间 想跑 叶光 走 我们怎么又要回到这里了 刚才 唐州用的是弹窗广告控制器 所以我们才会被传送到这里来 这下上去确凿了 这一切都是唐州干的 那还等什么 我们立刻上罢 然后抓住唐州 既然都被你们知道了 那就对不起了 正找你呢 束手就擒吧 我们上 爆裂出击 爆裂并灵 叶光 噢 什么 炫并 连叶经爆裂 殇火 尖掩的月色是何重技 放棄拼命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还可以操纵这些弹窗广告 想不到吧 这个弹窗广告的控制道具 不仅可以绕过超世界的审查 而且还可以随意地 在中转站内的广告立方体间 任意穿梭 你们是不可能在这里战胜我呢 白夜 不行 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 赶紧想想办法 有了 林医 让白夜配合我 好 杭州 我要以超原护卫的身份 拜扶你 做梦 文文 找紧了 我这就送你下去 不 白夜 再飞高一点了 什么 相信我 就是这里 他们输定了 你才输定了 你这个笨蛋 哥哥 你到底在干什么了 我明白了 超世界的仪器都是虚拟现实一比一还原的 广告内容也不例外 没错 而唐州刚进入的 是微波炉广告 那还不把他搞熟了 烫死我了 烫死我了 就是现在 熟了 这不可能 唐州就是用这个道具控制广告弹窗的 嗯 我们也能通过这个道具进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 我们已经成功进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了 现在所有广告弹窗的代码都被我关闭了 真棒 我们又赢得了一次漂亮的玩伤 还不算 我还要将这家违规的广告公司彻底关闭 嗯 不能再让他们有破坏超世界秩序的机会 这是怎么了 系统显示 我没有关闭这家广告公司的权限 可是 你明明拿着遥控器啊 稍后再查看一下服务器数据 怎么了 小姐 这是 我们之前调查过的 影响号造谣世界里的那些影响号视频 还有 我们解决过的网络问题的资料 难道 这些危害超世界安全的网络问题 都和这个违规的超世界广告公司有关